上课内容其实都123456 每一次上课其实都有从第一次上课 再到第六次每一次都有了 而且观看次数其实第一次最高 300多次 已经有300多次观看次数了 然后再到上个礼拜的部分是这个 那一样上礼拜我昨天才贴的 已经有39个观看次数了 所以其实好像观看的人还蛮踊跃的 不过显现大家应该都还对这部分 其实还蛮学习 还蛮有那个动力的 当然这个东西其实还蛮好用 如果工作上会用的话 很多事情很快就可以解决掉 尤其是做报表 如果你报表之前你可以把它分割跟合并 那比如说上个礼拜我们讲的重点 里面有几个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会员资料 大家也是复习一下 会员资料把它读进来 我只要某部分资料 那可能你就要把资料把它分在不同的串列里面 这个蛮重要的 所以你会发现 在发现里面的档案读取 之后一般都放在回圈 回圈里面的话你就是再放在串列 所以这些东西都反复会出现 顶多就是有逻辑判断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我有讲到用DOS 这个当然这个方法是半自动的 我们可以全自动 那全自动的话 我可以用一个什么OS.work的方法 这个方法非常重要 它以后如果你希望在某个目录里面的所有档案 你要把它抓出来 它会给你档名跟副档名 另外的话目录里面的纸目录的话 也可以用OS.work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话非常重要 用到我觉得机会蛮大的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就是OS这个模组里面的话 它其实还有一些什么呢 判断某个档案是否存在 另外的话呢 还有把档案删除的话 像那个档案是否存在的话 OS里面有一个叫 点PASS里面有一个点ELEASE的一个方法 它可以给它那个入信加档名 它会告诉你说那个档案是不是存在 如果存在 比如说O存在把它删掉的话 那删除就REMOVE吧 应该还记得吧 REMOVE方法 那其他的话还有我有补充 就是OS的System方法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你要呼叫那个DOS的指令 或者是说你要外部呼叫某一支程式 执行某一个动作的话 也可以用OS.System 这个蛮重要的 也许可以试试看 其他部分的话延伸器利用 其实非常广泛 那再来的话 我们有讲到有一个就是说 把一个什么呢 把一个档案先分割之后再合并 那那个档案的话呢 应该是先分割 先合并再分割吧 OK 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的话呢 就是把那个全省邮局地址 这个OK 那这已经合并了 所以合并的话我就指引什么 分割吧 那O里面就是所有全省25个档案 合并的结果 那合并完之后呢 我会在每个这个后面呢 加两个换行 那两个换行的话 把它当成是中间的分割的地方 也就是说如果我之后要分割的话 我可以透过这两个换行 两个换行 实际上就分割点 那我从这边把它分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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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往下分割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我们可以执行给各位看 基本上的话 分割这个还应该还记得吧 其实城市不多 大概就11行 那里面的话就是怎么样 第一个 先找到我的路径底下有没有这个O 有的话呢 帮我怎么样呢 把它读进来到S 然后呢 用S里面的Find方法 去找到有没有两个换行 如果有两个换行的话 从DPP等于零 从头开始找 直到找到没有为止 就负一 然后做什么呢 帮我把它打开 那O开一个什么 因为我将来要放在哪一个位置 我放在第一个是三重 那三重这两个字刚好是 Index从零开始 零到这个是十五十六 所以我可以给他那个一个档名 把它输出 所以写成这样子 第十五十六嘛 那这边的话用十七啦 因为十七的前一个 OK 然后呢 P的话呢 就是你将来会一直往下 找到位置 所以呢 P的位置 就找到的位置 再往下去找 比如说将来找到中立的话 那你可以再往中立的名称 再把它抓出来 那前面这边的位置 实际上就是 就是找到位置往下 再增加十五十六个 那把它当档名 一个一个帮我怎么样 把它写出去 并且存档 那最后存档出去有十五个档 二十五个档 然后呢 就把它 最后把这个O给删除 OK 那就分割完成 所以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一执行 这边应该就是有二十五个档案 然后并且那个O也不见了 这个是 把它再把它分割回来 那最后的话 当然呢 把它合并的话 其实合并比较麻烦一些些啦 里面当然我上个礼拜讲过 也是去判断 这个O是否存在 如果是的话 把它删掉 那再来的话 就是把这个目录里面的 所有档案 把它一个抓出来怎么样呢 一个一个 把它先建一个O的档 再把它放到下面 用append A 有没有A模式 把它放到后面 把它写出去 那最后后面会加两个换行 因为将来要分割 所以一定要两个换行 最后把它合并 并且的话 再把旧的档案呢 这25个档案全部删掉 所以我底下我写一个 除了这个 那就是除了这个用逻辑判断 除了F不等于O 点TST之外 其他帮我删掉 那这样的话 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OK 这边的话最后怎么样 执行完之后的话呢 再帮我把那些档案呢 最后再把这个档给打开 再一次 有了OK 那它最后refresh 所以最后的话呢 开启的话 其实用这个叙述 用什么Nordepay 去帮我把那个档案打开 这样就完成 OK 那里面的话就剩下什么 剩下一个O 那最后也是帮我打开 一样 反正会有一个分割 一个合并 另外的话呢 这一题 也许我在那个云端上 其实也有放另外一个范例 范例档里面的话 还有一个类似的 不过它是CSV档 所以也许 各位有时间的话 这是从台北市政府的那个开放资料 它开放什么呢 开放那个104年到107年 住宅窃到未知的资讯 自己还蛮有兴趣的 到底台北市哪些地方 哪一个区是最容易召窃的 答案都在这里 104年到107年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解压说 解压说致死 这已经有了 我把它解压 解压说之后的话呢 里面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all.csv 那你把它按右键编辑 因为开起来不是乱码 所以我看一下 打开一下 这应该我记得打开 如果不是乱码 应该就是e-sale转存的 ok 那这个是乱码转存 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呢 它第一个栏位是编号 第二个栏位呢 是日期 窃到日期 不过它这个格式有点 有点特殊就是 它是用民国年 所以将来 你要用它来当成日期 它其实你理论上应该是把它当成文字来看大 因为它民国年的话 如果跟资料库 资料库里面都是西元年 所以如果你直接放在资料库里面 它会有错误 因为资料库里面 它基本上不认识 所谓的民国年 那如果你要把 这个日期 把它变成真正标准日期的话 你要再把它转成西元年 才能放在资料库里面的日期 否则的话就出错 还有呢 什么时间招窃 哪个时段 它就是给 比如说10点到12点 19点到21点 类似它24小时制 那在哪一个地方发生了窃盗案 那它的地址的形式一定是什么 就是一定台北市开头 哪一区 然后哪一条路上 的几号 它不是精确的哪一个号 因为那样是亚登陆一样 它是哪一号到哪一号之间 它不跟你讲10% 那话你可能就知道那个地址 那如果说我今天从这个资料里面 当然我们希望怎么样 把它分割出去 不过分割可能最好是什么 你按照区分割好了 当然这个用区来分割的话 恐怕难度会更高 不过可以想想看 因为理论上 当然我们会希望说 每一区每一区做一个报表 OK那或者说甚至每一个每一个时段 每一年每一年做个报表 那你怎么办你要把它分割啊 那怎么分割你必须要按照什么 按照它的特征去做分割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假如说我们一般简单分割的话 这边我其实在每一把一笔后面都会有一个空白换行 也就是两个段落吧 就是反习线那两次 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把它做分割的话实际上也OK啦 最简单的方法啦 其实你就直接套用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那个方法 那你可以把它当TSD来看待 因为其实喔 虽然它副档名是CSV 但实际上你把它按右键用编辑好了 它实际上也可以把它当一个存文字来看待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存文字 只是副档名存成-CSV而已 OK那它的分割符号一定是逗点隔开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呢把它分割 那分割的依据是每一百笔帮我存一个档 那存档的格式的话 我们前面本来是什么抓什么三重啊 抓什么 我们现在不要 我们就是第一笔就是01 第二笔就02 第三笔就03 OK那请问一下 这个要怎么怎么把它分割 是最快的 那当然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上个礼拜这个分割程式 基本上也不用太需要改哪些啦 第一个的话路径改一下 第二个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地方 有没有 我们第15个字第16个字这个地方 那你就不能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抓那个位置 你就必须什么 给它一个也许给它一个变数 那那个变数的话 它每输出一次就要加1 但是它输出的话是1234的一个数字 如果它前面补零的话 那提示也许你可以用format format的话你可以再补一个零 它如果不是两码 它会是用补零 010203 然后呢把它存起来 也许里面的话 我们这个档案里面 总共我记得好像2000多吧 2100多 所以大概会到21 也就是010203 假设我们这一题路它分割成01到21的话 如果利用上个礼拜的这个练习 试试试看嘛 改改看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这个档我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那个云端上面的范例档 所以请各位找到那个范例档 范例档里面的话 范例档里面找一下有一个台北市101到107的那个住宅 副档名是点日IP的压缩档 不是点那个不是Excel的 其实我本来是Excel档 不过把它转存成CSV 你们就下载这个VIP档之后 把它解压说试试看嘛 那顺便把上个礼拜的分割部分复习 分割完也许再把它还原回来 这一边请各位试一下 再见 再见